不过这个刚开始你们可能会插的缺角缺的很不好看 然后把它移过来有没有 右键复制或者再次物件也可以 复制贴上跟再次物件一样 这边有没有看到22 23 有没有22 23就是30度的 甚至你也可以在这边改名 叫30度1 30度2也可以 这个物件名称好像是不是可以更改 物件名称好像可以这个可以改 比如说你这个就可以改 一个60度左也可以 一个左嘛对不对 啊这边可以叫30度右嘛 这样就好了 一个60度左一个60度右就不会搞混了 好了以后最多一个关键就这里了 将不同画格要调整一次这个要做 就是说如果你没做 它变成第五个画格 二跟五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没做的话呢 第五个画格两个篮球的位置会乱掉 假设我没做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这边第五个画格 对不对 二跟五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两个眼睛打开 你会发现位置是乱掉了 它不会放在这两个位置 有没有 这篮球位置不对啊 应该要放在这两个上面 有没有 可是它位置不对啊 就锁定它两颗篮球的位置就对 锁定它的位置 固定在那个地方的意思 固定在那个位置 不然的话你看它就偏掉了 不然每一次每一个画格都要调一次 那不是太麻烦了 这两个打开 那一定要固定在这里 所以二跟三的位置 一定要记得做一件事就是这个 将不同化格物件调成一致 所有物件确定就好了 那以后三跟五有没有 三跟五 然后再来就是八嘛 对不对 每格 对每两格 每两格 你打扣之后 这两个篮球就固定在这里 如果没有做刚刚那件事情 篮球就不会在那个位置了 那格两个就做 反正你也可以做 那你们一格两格 眼睛打开就是要让它固定 不是要让它看到 看得到这两个篮球 有没有就会秀出来了 30度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第三个画格 就是60度的复制 再切换过来 编辑贴上 那这边的话就把它绕一圈 一样的方式 然后把它移过来 不干净 那么边边这里 移过来之后的话 再来 右键再次也可以 或者是复制贴上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是不是多两个物件 有没有 物件24 那你可以改名字叫60度 然后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左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60度右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 将不同画格调成一次 这个所有物件 那中间隔两个 就做一个 把这两个打开 中间间隔两个 所以很好认 这两个再跳过去 这两个 你看这两个吧 这两个 中间间隔两个 好 那就完工了 完工以后呢 预览一下 看看转的顺不顺 如果顺的话 表示你成功了 最后另存就可以了 好 画面呢 先还给 先做30 就是碰两个 那两个就是30度 对对 30 60 然后回复原来 30 60 回复原来 这样子 所以你们先用 photo音配的开起来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开那个0204